哇 當時去這個音樂節Summer Sonic的時候 跟滅火器還在加上他們喝了一百多杯啤酒 哇 他都沒醉嘛 他還算得出來一百多杯啊 然後喝到 喔 他的酒量應該也是很厲害啊 那隔天看了書劇上面寫了一百六十幾杯 對啦 買單的時候一看 哇 那是誰請客呢 誰買單呢 他看書劇應該是 啊 もちろん僕です 是他 他是變人的 開玩笑的是怪獸買單的 真的啦 是怪獸買單 然後龍泰說他喝了酒就會變成真正的怪獸 有點小小聲的說 喝了酒之後就會變真正的怪獸 但是呢 我們怪獸真是大方買單 喔 謝謝 謝謝 你的回憶很可愛 啊 元氣呢 來 元氣 元氣 我又不是加狗 想到加你的狗狗 σ單曲 那我是很激烈的 那是一般的 那是一般的 餘下人 呢 很多分當然 我完全不感情地感受到,很優秀。 我一直在音樂上聽到, 我一件很喜歡人柄, 我一直在那裡交流。 之前聽說他們是亞洲天團, 然後所以在見到面之前其實是非常緊張的 那但是見到面之後呢 他卻沒有讓我們覺得很緊張 反而是非常的友善 然後之前是沒有見到面的時候 一直聽他們的音樂覺得很喜歡 然後見到面之後就覺得他們的性格 也真的是非常的棒 然後之後就是一直感情很好這樣子 是 沒錯 他們真的做了很好的交流 而且他剛剛真的講到重點 我們的亞洲天團這個是非常謙虛的 非常喜歡交朋友的 你也跟他講一下 五月天在台灣的地位就跟他們一樣 也是國民樂團 他們如果待會出去東區 只要說我是五月天的朋友 都打對折 糾索的 怎麼可能 只有Stereo可以打一點折扣吧 大概 記得跟他要一點潮牌的衣服 他那個本身都賣很貴的 多要緊 其實很有緣分 其實很有緣分 他們以前有一張專輯叫Unreal 然後剛好這個阿新的牌叫Stereo 非常的有緣分 好 不用翻那麼多啦 真的是廢話 謝謝 來來 組創組創 好 我希望能夠表現出這功能 然後、再說 好,那邊 他先說 吳映天是我們非常敬仰、非常崇拜的樂團 我們看他演唱會好多次 他跟觀眾的互動、信賴關係、他們的連接力 真的是非常的強 所以我們很想朝著目標前進 那在音樂性上面也覺得非常的相似 就是像靈魂或是搖滾或是生存的時候的必須要堅強的部分 我覺得是我們也很想要的地方 還有,在高尾展示範的時刻 我聽到音樂的音樂 如果有名電的音樂的話 我肯定是誰都會幸運的 所以我個人的確是在日本的活動 我也想要去演唱會 然後還有在高雄的時候跳去看演唱會 那他覺得說MAYDAY是可以給不論任何什麼樣的人 都帶來幸福的感覺的樂團 那就我個人的言 我希望今後MAYDAY可以有更多在日本開演唱會的機會 讓日本人也感覺到他們的樂團 謝謝謝謝 那我也是金村拓哉 超像 哇,多猛 很噁心 好,這個又帥又有實力又親切又有誠意 我想這就是富朗普爾 但是接下來問題就來了 專輯3月1號正式發行 然後即將全省要撲貨 可是對於台灣朋友來講 我們都很習慣要有一個中文的團名 在富朗普爾也不錯啦 可是如果對於普遍的消費者來講 比較難入口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到一組重量級的嘉賓 要為他們來做一個中文團名的命名 那就是我們在螢幕上 喔,他們已經standby好久了 從1點就定格到現在 他們呢 今天在馬來西亞做諾亞方舟 沒有辦法來到現場 但是特別用VCR的方式 為你們取了一個中文團名 但是聽說想很久 所以這段影片有一點長 請大家看一下五月天美美 來,走走 嗨,哈囉,大家好 我是五月天 無時不登三寶殿 今天來到三寶殿 當然就是要 有事有事 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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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好事 三寶殿都會是好事 是的 因為我們壞事不會特別入個VCR 沒有錯 好啊 那這個 沒想到這個五月天這個 相信音樂呢 其實最新的是 有可能 我出了什麼 就你無間好 真的 真的 有了耶 對啊 P-O-O-L 欸,對 對 Francourt Francourt 是 大家請認識一下五月天的最新師弟 是一個樂團 是 有四個人叫做 Francourt 但是呢 其實五月天也知道呢 一個好的中文名字呢 其實對一個樂團的成功發展是 有十分重要的 非常重要 真的 所以我們下午看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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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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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出了這句書 Fu floor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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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開Party的時候要叫什麼Party啊 蘭 蘭 蘭 沒錯沒錯 蘭 蘑菇你做什麼Party 蘑菇Party 你們都想到哪裡去 店舖的舖 看起來其實不像一個樂團的名字 賣藥 賣什麼的店 這個名字其實就不能放這個樂團帶來好運 沒有辦法加分 對 很有記憶點 沒錯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 哪裡有記憶點 就是不及格的 一個好的團名呢 其實除了E要對之外 E也要好 E也要好 例如說像F開頭的 我們其實就可以去想一下 例如說 放 放 放 不錯 遠方 就是要 開放 放 放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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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大家來看 Fran 兄弟 對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就 就 確定了今天這個Franco呢 他的中文卡名就叫 Fran 兄弟 沒有啦 是 好像是 好像是 有人說 好像是 有人說 就叫這個名字 對 那 兄弟不能用 那用姊妹 我覺得 我覺得 先把這三個字 停的最後一個字 先確定下來 那不是剛剛那個 鋪嗎 沒有 我覺得 哪個鋪嗎 咦 音鋪的鋪啊 音鋪的鋪 音鋪的鋪 喔 鋪 鋪 鋪的鋪已經出來了 OK 鋪 鋪已經出來了 鋪 那Franco呢 鋪 會有一個 有什麼 大家 揚揚上口的字 是用F開頭的 呃 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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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好像不像 跟他們原來的不像 對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他們是個其實 中小 其實就是好朋友 是 大家除了 玩音樂主啊 其實都是普普通通的這個 好男兒 嗯 他們這個就叫 凡人的感覺 凡人的風唱 凡人的風唱 這個已經有使用過了 噢 有四個 對 凡人的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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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凡人的風唱 大家就怎麼樣 但真的沒有意境 欸 蠻不錯 應該可以吧 很癢的感覺 好啦 就這個Franco 凡人的風唱 在台灣的 第一次的初級演演唱會 可以順利成功 對 這個名字取完之後呢 當然這個 他們來到 我們這邊發展 對 應該要多學一點中文 其實他們真的很努力 很努力 因為他們都有去上課 就真的要想要好好的學中文 中文對 這個日本朋友來說 真的不是一個 太簡單的語言 是 欸 所以我們決定要送他一個 這個 詞 吃他 我相信有時候 朋友現在一定不會敢用這種東西 對不對 但是我們可以讓他們 從這個簡單的東西開始 裡面 有步手啊 然後還有這個 Opema Blast 什麼都有 陰有有靜有 他們希望他們回去 可以好好的研讀 在每一頁都做上他們自己的筆記 對 刺得很多 對 有要負責接受嗎 我們現在就送這個給你們了 好 請到盡頭先來拿 來 來 拿一隻手 一隻手出來 謝謝 對 謝謝 欸 就出現了耶 唉呦 好 歡迎我們湘西音樂的主席獎 永聖哥 宋尚子